就有点不放大放心,因为按照历史经验,小儿随机打,随机打比赛,每次随机到八神,你看,就是这样,虚,这是形成了一个定律了,每次三位小儿随机到八神,好像就是输的,没赢的时候,这里中间是麦卓,手底还有一个小姐姐,维斯,除非小,大口打12比0,你觉得可能吗? 理论上,理论上是可能的,随到一个队了,好的,继续打逆向,手刀三连,小孩这里的麦卓,发起压制,看到麦卓,我就想起龙哥来了,因为这是龙哥的,龙哥的最喜欢用的角色之一,咱们来看龙哥,不是,看小孩,小孩的麦卓, 小谁在谁,接葵花单段,重手蒙蛋,接葵花,现在接暗骨手,相当的希望法,大口这一步很有希望啊,大口,看到希望了吧,大口,两个人打在对面,一个人 这个CD伞接被骗到啊 还有一个真克里斯,双方的大将战开始了,真克里斯对战维斯 哦,对了,今天我更新那个拳皇十五,拉蒙的视频了,你们有没有看过,没看过朋友,你们专业时间啊,可以去看一下 拳皇十五,第24位登场的预告,角色啊,拉蒙 场面上来说,是威斯的血量成优势,对方继续压制逆向,小孩判断 什么划铲,对方战队 诶哟 欢迎诗语 下比赛也直接顶 那个肥啊,现在是来自于小孩又赢了一分 大口 要加油了